中国为何自己发展光刻机 其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取得了怎样的突破 这是怎样一种技术 对于中国光刻机的研制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光刻机这项技术 一直被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总是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与阻碍 这就是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 这对于中国来说一直都是急需去解决的问题 因此中国也一直走在突破西方国家 在光刻机上卡脖子的路上 并且也不断取得突破 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也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然而对于中国光刻机取得的巨大成就 西方国家则一直泼冷水 据消息称 光刻机设备供应商阿斯迈尔 在举行电话会议时 其总裁在会议上明确表示 高端的集子光光刻机 永远不可能被中国模仿 况且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有良好的规定 此外阿斯迈尔总裁也解释了 为何不害怕中国会模仿光刻机 其说道 由于光刻机程序复杂 制造过程需要巨大的工程量 就连他们自己也是将百家公司的技术 整合在一起 从而才可以组合成一个全新的光刻机 再加上光刻机有8万多个零件 其中有90%的零件由供应商提供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打造全部零件 所以就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 才能够打造出来 这主要也是由于其生产工具十分复杂 不仅如此 荷兰阿斯迈尔总裁也表示 他们的光刻机制造 集合了当下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前沿技术 其中各种反光镜 以及其他光学部件 来自于德国的蔡司 光源来自于美国的电子公司 计量设备来自于美国的士德科技 传送代来自于荷兰的DVL 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模仿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阿斯迈尔的光刻机 阿斯迈尔总裁十分骄傲地说 像高端的EUV光刻机 想要模仿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出高价去买 也不一定买得到 但是这确实也是事实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 此前准备从荷兰阿斯迈尔购买EUV光刻机 但是由于荷兰给阿斯迈尔公司施加的巨大压力 这就使荷兰阿斯迈尔公司不再向中国出售EUV光刻机 并扣留EUV设备出口到中国的许可证 这就使中国一直在光刻机上被卡脖子 然而对于美国这样的行为 中国肯定是不会屈服的 反而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研制出属于自己的先进光刻机 好使自己不用在先进光刻机上看美国的脸色 并不再被卡脖子 这也大大增强了中国突破美国限制和压迫的决心 这不通过中国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 现如今中国在先进光刻机的研制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 有消息称 在中国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朱玉的牵头作用下 中国光刻机核心领部件顶级供应商华卓金科公司 在光刻机双工作台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华卓金科公司研制的双工作台技术 打破了荷兰阿斯麦尔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这也意味着华卓金科公司成为了全球第二家 掌握双工作台核心技术的公司 不仅如此 据悉华卓金科公司还对双工作台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纵向延伸 突破了现在业内先进的六自由度磁伏微动台技术 使其运动精度优于2纳米 其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双工作台的分辨率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华卓金科公司确实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拥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这就使其为中国研制65纳米至28纳米双工作台光刻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完全打破了荷兰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因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加快促进中国国产光刻机的飞速发展 那么中国华卓金科公司突破的这项双工作台技术是怎样的技术 对光刻机的研制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我们都知道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好几种 用于生产芯片 用于封装 用于LED制造领域 一般的光刻工艺要经历硅片表面清洗烘干 涂层 悬涂光刻胶 软烘 对准曝光 厚烘 显影 硬烘 刻实等工序 而其工作原理在硅片表面均匀 然后将眼膜板上的图形转移光刻胶 上的过程 将器件或电路结构临时复制到硅片上的过程 因此光刻机也被誉为人类顶尖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的智能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芯片 一枚小小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大脑 可想而知 芯片对于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多么重要 而制造芯片的光刻机更是炙手可热 而许多国家都十分的渴望掌握光刻机的技术 然而想要研制出光刻机 就要掌握研制出光刻机的三个核心零部件 其中就包括投影物镜 光源 以及双工作台 然而其中较为难突破的就是双工作台 据悉光刻机双工作台就是光刻机内两个承载晶元的工作台 两个工作台相互独立同时运行 一个工作台做曝光前的扫描、测量、对准等准备工作 另一台做晶元曝光 而高端EUV光刻机则对工作台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产能 因此可以说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是芯片行业的技术壁垒 也是制造难度最大的核心零部件 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被阿斯麦尔公司所垄断 但是中国此次却经过不懈的努力突破了这一技术壁垒 这对于中国研制出EUV光刻机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且据悉此次华卓金科公司与清华团队推出的双工作台 不但在技术、生产方面实现了国产化 并且在精度上、技术水平方面已经达到了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光刻机的水平 据悉该双工作台的精度为1.8纳米 高速运行状态下精度为2纳米 可以说华卓金科与清华团队研发的双工作台 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对双工作台的垄断 这也使中国朝着研制出EUV光刻机卖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对中国光刻机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不服输的国家 即使美国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但是这非但没有阻止中国前进的脚步 反而是加快了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并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加快自身的发展 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所以西方国家越是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中国就会变得越强大 因为这反而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虽然中国目前的光刻机技术与国际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随着中国在光刻研制速度上的加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光刻机的打造 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断朝着目标努力 可以实现完全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的目标 加快实现独立自主研发光刻机 相信中国未来在光刻机技术上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期待的